林新则是压低了声音 向着龙好尘问道 老大 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去东南要塞找圆圆吧 不急 我们既然来到了嘉陵关 就应该为嘉陵关出力 经过机场战斗之后再说吧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 为嘉陵关做出一些贡献 我们嘉陵关固若金夯 可不需要你这外人做什么 这时 一道声音从不远处响起 龙好尘等着扭过头去 只见到一男一女 在几十名魔法师的坐拥下走了过来 正是轩辕炎和谭丸 谭丸走在最前面 轩辕炎则是落后半步 两个人全身的魔法师装备 隐隐有着强烈的魔法波动 从身上绽放出来 看到他们 林新先是一愣 紧接着就被他的话给激怒了 上前一步冷声和问 哼 你们说什么 嘉陵关防御 不需要外人 林新 你身为法师一团团长 竟然私自带外人上城 这件事情 我会向圣殿谈劾你的 丸子姐 你这又是何必呢 林团长 请你自重 我是暴风军团的团长 可不是你的什么姐姐 我命令你 让这几个人立刻下城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算了 林新 既然江陵关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就先下去了 等一下 韩王团长是在叫我吗 代理圣骑市长 立林嘉陵关 不知可否请圣骑市长赐教 与我切磋一场 我和你切磋 不等龙好尘开口 彩儿忍不住了 强横的杀鸡 宛若实质一般 从他体内洗衣卷而出 龙好尘一忍再忍 可他不能忍了呀 对方一再地咄咄逼人 早就激起了彩儿心中的怒意 在彩儿散发出强横的杀气面前 一种魔法师 不由的都是脸色一变 除了谭丸和轩原岩之外 他们身后的魔法师 都是接连倒退几步 仓促地催动灵力 这才是抵挡住了杀气的侵袭 谭丸和轩原岩的脸色也是一变 轩原岩曾经看到过 彩儿破开封印时的能力 还好一点 但谭丸却是暗吃一惊啊 彩儿身上的杀气 沉宁霸道 枪势绝伦 而在他施展出来之前 却没有任何一丝的杀气外露 这份秀伪不可小聚 龙浩尘 都是拍了拍彩儿的肩膀 算了 六大圣殿本是一家 我们的力量 应该宣泄在敌人的身上 而不是内斗 我们走 灵心 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不然 我们可要向上面谈的和你 滚蛋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 轩原岩也不是这么好脾气 被灵心这么一顿怒骂 手中的白色法杖一指 就是一道金色光剑 朝着灵心电视而去 灵心的眼中 流露出一丝不屑 眼中蓝光一闪 身前顿时荡起了 一层水状波纹 那道光剑距离它还有两米 便直接分解成了元素 紧接着 一声嘹亮的凤鸣 骤然从灵心的身上升腾起来 强盛的蓝色火焰 宛若火山喷发般 从它体内迸发出来 令周围的空气 急速攀升 火焰在灵心头上 隐隐地凝结成了凤凰形状 摇对着轩原岩 在他眼中 也流露着强横的杀机 看样子竟是动了杀衣 够了 住手 我们走 别说 无论是轩原岩还是灵心 对谈完都是发作不得 轩原岩则是深深地 看了一眼灵心生腾的火焰 眼中灵力光芒连闪 怒哼一声 转身而去 蓝色火焰 徐徐收敛 灵心则是狠狠地 一巴掌拍在空气中 胡恶星四见 另外一边 李星和龙好尘 三人则是下了城 好尘 姐 我没事 说起来 灵心也挺为难的 他和谈完 轩原岩之间的矛盾 和我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看灵心 对谈完似乎很尊重 可谈完 却在针对他 这件事情 说起来也是误会使然 灵心小时候 是生活在嘉陵关的 谈完比他大上几岁 他一直叫他丸子姐 小时候 谈完一直对他很照顾 对他很好 灵心自有失去了父母 对谈完很是依恋 随着年龄的增大 亲情 渐渐地变成了其他的情愫 但两个人年纪有差距 灵心又历史不修量攻击魔法 谈完劝过他很多次 他却依旧坚持 后来 灵心的爷爷 要调到盛城去 原本灵心是不打算 跟爷爷一起走的 但 谈完与轩原言的订婚 却令他大为伤心 给谈完留下了一封信 就跟他爷爷去了盛城 自此 很久都没有联系 在那封信中 灵心将自己 对谈完的感情 表述了出来 也算是一种宣泄 闹了盛城之后 他治理云魔药学的研究 也就渐渐放下了这份感情 后来 他就和你们走到了一起 成为了一名猎魔者 可是 他并不知道的是 谈完在看了他那封信之后 也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感情 他也是喜欢灵心的 所以 他请李正直店主出面 退掉了婚事 但因为这件事情 过于敏感 李店主 让他闭关修炼了 一个 是为了他的修为 另一个 也是为了避免 他处于舆论的 风口浪尖上 等到谈完闭关结束后 想要去找灵心的时候 灵心 却已经成为了猎魔者 跟着你们去执行任务了 事情就耽搁了下来 当他们再次重逢 于嘉灵关的时候 灵心 已经和我在一起了 这是因爱生恨吗 算是吧 所以 我觉得谈完也挺可怜的 无论他怎么样 我和灵心 都尽量忍耐 原本 在我们回到嘉灵关后 大家都知道是误会 毕竟 灵心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以为他已经和轩辕炎结婚了 这件事 说不清是谁对谁错 只能算是阴差阳错吧 谈完开始对我们的态度 也还算好 可是 后来灵心为了我 而决定修炼攻击魔法后 谈完的态度 却是急转直下 处处针对他 而且 他似乎也认为 自己没能和灵心在一起 和他加入猎魔团有关 你们 都是灵心同意团队的队友 他刚才那态度 应该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了 原来我们这是 旺志在啊 那谈完情感上受到了刺激 也挺可怜的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晃解这件事才好 恐怕很难了 但心结已深 除非是我退出 可是 灵心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我已经 说到了这里 这位英姿 撒爽的女骑士 翘脸啊 也是不禁红了起来 经过了这么多事 他又何尝不是深爱着灵心呢 一个男人 能够为一个女人 放弃这么多年的执着 这份深厚的情谊 怎能不感动啊 正在这时 突然间 一声尖利的长鸣 在嘉陵关内响起 正作凶关的气氛 也是瞬间的紧张起来 灵心的脸色一变 魔族工程了 我要回去帮灵心 浩辰 你们先回圣殿休息吧 对抗魔族人人有责 走吧 我们再上去就是 相信台湾 这会儿也要金手岗位 顾不上我们了 一边说着 他已经率先地 朝着城上走去 宠辱不惊 并没有因为 圣骑士长的面子 而放弃对抗魔族 龙好尘的这份心智 不禁令得李心 暗自称许 再次相见 弟弟 比以前是更加地成熟了 当众人重新登上 嘉陵关城头时 顿时感受到了一股 浓郁的元素波动 这份元素波动 并不是魔法师们发出来的 而是源自于 嘉陵关本身 龙好尘清楚地看到 城头地面上 每个五十米 就有着一个 直径三米的 圆形法阵亮了起来 这个法阵 呈现为乳白色 柔和的元素波动 从地面上散发出 淡淡的白色光晕 蔓延到了 整个城上的每个角落 龙好尘感受了一下 这法阵 居然有着聚灵效果 踩在法阵中 吸收着魔法元素的速度 至少要增强了百分之十 而且 这些法阵 似乎是没有属性限制 任何元素 都有提升凝聚的作用 从远处看去 嘉陵关外 天空中是 乌云密布 远处的八根魔神柱 也是散发出了 浓烈的黑暗气息 魔族大军 推进的速度 却一点都不快 只是能看到 一层层黑暗气息 不断地从魔族大军内部 翻涌而起 注入到空中的乌云之内 乌云的核心 正是 地狱魔神柱 这是地狱魔 在联合施法 虽然距离还远 但已经有着强大的压迫力 向着城头的方向 奔涌而来 嘉陵关外的空气 也是随之出现了扭曲波纹 正是结起 开始发挥作用 龙好神他们能够从结解突破而入 那是因为 踩而凭借着死神镰刀 以点破面 这时 撕开了一道很小的裂缝 而且他们瞬间就进入结解内部了 而这种大面积的碰撞 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凭借着结解的阻拦 并没有一丝黑暗气息 溢入嘉陵关内 城上 已经开始有大量的魔法元素光芒 闪亮起来 主要集中为 水 火 土 风 光明 五种属性 嘉陵关 十支长北军团中 倒是有着五支在城上值守 再加上 党在他们身前的战士 已经占满了整个嘉陵关 龙好尘几人 迅速地来到林新的身边 此时 林新已经指挥着法师们 开始吟唱咒语了 他们吟唱的是一个五阶魔法 专门用来压缩自身灵力的 魔族距离还远 还没有到他们施展魔法的范围 魔法师的魔法 是有距离限制的 在一定的距离内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十里越强的魔法师 这个距离呢 也就越远 龙好尘发现 魔法团的这些魔法师们 都是每六个人站在一起 组成一个魔法六芒星 伴随着咒语的吟场 他们手中的法杖 也同时举起 同属性元素 就在其中凝聚 快速地凝聚着灵力 联合施法 以龙好尘对元素的敏感 他自然能感觉到 这份联合施法 不只是为了增强魔法威力 同时 也能够增加魔法攻击距离 这必定是 魔法圣殿专门研究出来的 不愧是 底蕴能够和骑士圣殿媲美的 强大圣殿 林心并没有参与这些 魔法阵之中 当他看到龙好尘等人 重新回到他身边 顿时是大喜过望 老大 先全力应敌 我们都听你的指挥 好 经过了这两年的磨炼 林心 也和当初有了很大的不同 对于龙好尘的依赖 明显地降低了许多 魔族大军前进速度虽满 但却给人一种 尖着磐石的感觉 每前进一点 阵型都会变得更加稳固 天空中的黑色气流 渐渐地将魔族大军笼罩在内 从城头上眺望 已经是渐渐地 无法看到他们的样子了 加灵关上的魔法元素波动 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 就像是一只无比强大的上古魔兽 随时可以喷吐出 它最强的攻击 双方产生的压迫力也都是极其恐怖的 无论是人类还是魔族 都在等待着临界点到达的那一刻 也就是双方攻击距离的焦点 如果从远处高空俯瞰 就能看到双方的颜色精卫分明 魔族一边是黑中带子 加灵关上则是一片片彩色光晕 那庞大的天威 哪怕是九阶强者注视 也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第一轮碰撞 是最剧烈的 是双方继续全部力量的撞击 但绝不会带来什么伤亡 但任何一方又不敢太大意 不得不全力以赴 否则 被对手占了优势 就会被全面压制 第一轮碰撞结束后 魔族就会开始攻城 那时才是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 我的心眼火焰比较特殊 无法和他们一起联合施法 等到敌人攻城的时候 我才会开始攻击 如果是斩魔法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联合施法 还是等魔族攻城时再说吧 我担心联合施法受到影响后 会出现不必要的波动 而且凭借兄弟们的力量 顶住魔族攻击 是好问题的 林欣的谨慎 是有道理的 他虽然对龙好臣 比任何人都有信心 但没必要的风险 还是不冒得好 圣战开始后 嘉陵官与魔族多次交手 每次魔族都没占到什么便宜 也就是说 就算是没有龙好臣出手 他们也一样能挡得住 敌人的攻击 既然如此 又何必让龙好臣冒险呢 万一起到了反作用 岂不是坏了老大的名书 龙好臣微微汗手 他从未和这么多的魔法师配合过 尤其是在这些魔法师 正处于联合施法的情况下 他呢 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从林欣的话语中 他能听得出来 人家魔法声典呢 是很有把握的 既然如此 他又何必冒险呢 强烈的元素波动 变得越来越剧烈 远处的魔族大军 突然是毫无预兆地 加快了行进速度 天空中 浓烈的紫黑色光芒 剧烈地涌动起来 在涌动的过程中 渐渐地汇聚成了一个 猙獰的魔鬼头像